政府在昨晚11點半 遺風位於佐敦伯家市街17至23號的伯家市大廈 有知發現一宗涉及變種病毒的初步確診個案 政府在早上7點半前公布 截至凌晨2點半 大廈大概80名居民已接受採養 經檢測後沒有發現確診個案 而現場所見 由凌晨2點半開始 較早前已下樓接受採養的大廈居民 帶同行李再次下樓 在穿著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安排之下 分批登上當局安排的小巴離開 去到清晨5點鐘 全棟大廈已清空 一共撤走41男、40女 據指大部份人都被送到足高灣隔離中心 另外有一個四人家庭就送到鯉魚門隔離中心 有居民指 與過往的14天不同 他們需要接受長達21天的隔離檢疫 面對突如其來的長時間隔離 居民都大感錯愕 認為時間太長 有居民甚至表示很擔心、想死 今次是本港首次發現一名初步確診者 涉及變異基因 即是變種病毒株流入社區 據報告一名初步確診者是海外回港人士 完成檢疫幾天後 在新冠病毒檢測初步呈陽性 並驗出大有N501Y的變種病毒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